三千多年前,商代先民在河南安阳创造了辉煌的殷商文化,也将丰厚的文物资源留给了后人。 殷墟移植保护区占地29.47平方公里,由于殷墟移植保护区范围大,自然,人文环境比较复杂。 历史上,文物保护意识薄弱,核心区内影响移植风貌的建设曾屡禁不止,文物盗绝倒卖违法案件时有发生。 而今,殷墟移植保护区正通过秘植大保护网,守护着这座人类文明的保护。 殷墟文化遗产保护范围29.47平方公里,涉及到了三个区,11个乡、街道、66个村、社区,共计176个网格。 为了进一步加强殷墟文物保护网格化管理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建立健全了一级网格抓种,二级网格抓细,三级网格抓实,四级网格抓具体的殷墟文物保护责任体系。 目前,殷墟保护区内共有巡防员360余名。 爱阳殷墟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为每名网格员和巡查员配备了守护殷墟专用手机。 如果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异常,可以通过专用手机拍照上传信息。 平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反馈至文物部门。 我们社区的文物保护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共分为了三项。 一是网格化集成管理,二是巡查排查及上报打卡,三是文物保护施工抢修手续的办理。 在网格化层级管理中,我们平原社区分为了三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长,两名网格成员和一名志愿者。 在巡查排查及上报打卡,应许管委会对每个网格发放巡查打卡手机。 社区的网格长及网格员每天在负责的区域内巡查,每天两次打卡。 巡查的范围是出租房屋、地下空间、围挡等等。 第三项是文物保护施工抢修手续的办理。 如果在居民中发现了有冻土抢修的项目, 要及时向社区进行报备,并进行施工手续的办理。 除了网格化管理,殷须移植保护区还注重科技应用,提升防控质量, 建立智慧殷须文物保护巡耕平台和殷须计防监控中心,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文物保护水平,实现了整个殷须尽收眼底。 我们的智慧巡耕平台呢,其中包括50名咱们的巡逻队员, 每天负责队整个保护区的29.47平方公里的一个大面积巡查。 我们可以通过巡耕平台呢,看见这个每个队员的巡查轨迹和这个巡查时间, 第一掌握巡查队员的这个巡查信息,还包括的178名网格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 可以通过网格员的那个手机APP第一时间来给我们反馈, 我们这个我们值班人员呢会第一时间根据反馈的信息通知相关部门和做出合理的这个工作。 我们的智慧寄防监控中心呢,在建设上体现了圈、快、点三种布局, 分别是三层封控圈,15个重点区块,4个重点点位, 体现了高清、智能、立体的三大特点,打造了高空、空中、地面三层防护网。 殷须保护之路并未止步于此,殷须遗址保护区还通过构建多部门联合巡查机制、 司法保护联动机制以及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等举措, 为殷须遗址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 近年来,殷须文物保护工作通过网格化分级管理、 行政加司法联动保护、人房加计房立体防控、 震设加引导群房群户体系建设、殷须大保护格局已逐渐形成。 下一步,我们将营造全民参与殷须保护的浓厚氛围, 手牢手好殷须文物安全红线底线,高质量推进殷须保护工作。